好,这又是一个battle 对方这个美国大巴水平一般 但正好测试一下新技能 这位我们上了我的 这个Polyreth文祥军 新技能Power Up 这家伙上了这个 这个家伙在我Ultra League是很烂的 好,正好拿到试水 当然他对 他的我的小招是双倍防御 但是我的大招对他应该还是没有 没有什么简称的 同时我用一次 这个PowerL Punch 用一次攻击力就提高一级 是吧 好 然后他的那个大招是很慢的 基本上他如果是 刚说他的他招很慢 怎么这么快 那肯定得挡一个 他的大招是必挡的 他都是这种高能量的大招 好,第二次PowerL Punch 再次提高我的攻击能力 又提高一级 又被他挡了 挡了无所谓了 继续打到我的攻击力 再一次提高 然后我就再一次PowerL Punch 快出来 怎么老是卡着不放 终于放了 好 这一次他就没得挡了 是吧 我可以招招 直直地打他身上 虽然不是Super Effective 但是我这个能量非常的快 你看这第四次又来了 然后这整个四次的话就已经提升到极限了 攻击力已经翻了一倍了 但是这时候我不能换 我这一换的话 这提升的攻击力就回去了 是吧 好,他又是凯尔鬼 好,这回我是提高了一倍攻击力的文湘君 打他的凯尔鬼 这虽然不是Super Effective 也打了他半滚血了 是吧 好,故意扛不住了 没有机会再放了 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好 了解 我就派我的Crossella出手了 好 还有一个盾 那肯定是要挡的 是吧 凯尔鬼的大招肯定是蓄力时间很长的 是吧 三的蓄力时间稍微比Hydro Pump要短一点 好 直接靠小招就可以把它干掉了 最后一个大招送给第三个他 是哪位 钢龙 他放了一个钢龙 钢龙对我的这个是有抗性的 是吧 换另外一个对他是不是还可以 他钢龙是龙之吐息 那我实际上是Torchkiss来对付他 可惜我的大招小招对他都不是很有效 但是他的这个小招就对我更没效了 他的大招的话 如果他也是龙系大招的话 我也是 问题不大 他如果是钢系大招我就死了 看他什么大招 即使他钢系大招打死我 我还有一个能够对付他 他龙系大招了 咱就不怕了 是吧 Torchkiss真好是个扛龙的 那行 那他这个就拜拜了 好 最后一个A型POWER虽然不是徐贝EFFECTIVE 足够送他归西了 钢 好 这把也是轻松搞定 重新同时测试了一下新技能POWER UP PUNCH 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 还是可以的 可惜他这几个虫 都是对冰有抗力 我还是指望他上个解决天 我用第二个S PUNCH来吓他一下 好 谢谢大家收看